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,NBA常规赛,2月17日继续进行,最终,开拓者以115,比104战胜雷霆,首节开始,双方上来,势均力敌,熊斯和利拉德,和利打出一波,8-0帮助开拓者战得先机。 但是霍夫德爆发,连拿5分率队,回敬一波7-0扳平,开拓者不甘示弱,再打出一波,12-0拉开分差,多尔特3分直写,但是开拓者又是一波,5-1拉开分差,首节战罢,开拓者以34-21,领先13分,次节上来,各拿7分后,开拓者外线连中3分,又是一波,8-2拉开分差,雷霆快速拿下,6分直写, 但是熊斯,又连拿5分稳住局势,各自得分后,多尔特连拿5分,稍稍缩小分差,半场战罢,开拓者以64-50领先14分,一边再战,各拿4分后,特伦特和利拉德,连中3分一波12-2,领先到24分,雷霆迅速回敬一波,11-0缩小分差,随后双方对标3分, 一阵互有得分后,三节战罢,开拓者以93-79领先14分,末节开打,雷霆率先打出,一波23-4反超比分,关键时刻利拉德,连中3-3分率队打出一波,12-0冲突领先,多尔特罚球止血,但是卡文顿和利拉德,又连中3分锁定胜局, 开拓者这边,利拉德,31分710柱,特伦特19分,坎特8分21把,琼斯13分7把,西蒙斯15分,利特尔,13分雷霆方面,多尔特,23分600,霍普德12分,费兹利,14分660柱,迪亚洛17分,and,他走了他走了,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